Hello,大家好,我是大坤 今天是我跟小庄订房车底盘的第二天 昨天我们发了一个订车的视频之后 收到了好几十条的私信 我俩还以为是视频火了呢 结果都是私信,都是网友们提的问题 一开始我俩还认真回复了几个 就是头几个私信 后来实在是问题太多了,回复不过来了 所以今天我就把所有的问题总结了一下 然后录一个视频,供大家参考一下 看看一共有几个问题啊 你们订的房车有公告吗 多少钱订的,订的什么车型 什么是房车公告 能自己改装吗 然后之类的吧,都是这些问题 大部分都是房车改装的 还有公告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大坤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也不代表官方的回复 说的也不一定全对 供大家参考一下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B型房车 B型房车这个底盘都有什么 有东风,玉风 大同V80,V90 然后50校车底盘 然后福特 福特就是现在网上特别火 那个傻牛在改那个车 就是那款车型 然后还有伊威克 伊威克欧胜 基本上现在主流的就这么几个底盘 这些车型呢 有的还分那个长轴短轴 然后低顶中顶高顶 然后大坤定的是大通V80 长轴高顶 国六自动挡 这个车型 大坤定的这个底盘的价格 我先不说了 因为这个没有征得厂家的同意 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就是办完 只交了一个定金 具体的价格到后期 现在还说不准 说了也不能作为参考 等到最后改装完成之后 有一个具体的价格 包括底盘和改装的费用 全都出来之后 大坤再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然后朋友们如果真想 像大坤和小庄一样 自己买一个底盘 然后自己改装 咱们就可以去问那些改装厂 就是大部分的改装厂 都有这个底盘加公告的这个销售 咱们再来说这个房车公告 什么是房车公告 咱们随便打开一个 那个网页搜索引擎 就搜索房车公告四个字 咱们上面就明确的写着 什么是房车公告 然后很官方那种回答 我说一下我对房车公告的理解 不一定对 然后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咱们那个汽车 是通过汽车的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 生产出来之后 它会随时带一张合格证 或者是一份合格证 然后咱们拿这个合格证呢 到车管所去上牌 正常的咱们买过车的朋友 或者是有个购车经验 或者自己有车的朋友 都应该都应该有这个经历 它有一张合格证 有了这个合格证 咱们上完牌之后呢 咱们有行驶证 行驶证上 行驶证上就会写小型普通客车 大家有那个 现在都是有行驶证的 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啊 上面写的那个类型 就是小型普通客车 然后咱们说房车 汽车呢 通过汽车生产厂家 生产出来之后 被有资质的这个改装厂 买过去 买过去之后呢 改装厂通过这个 对车辆进行改装 然后纳税 最后给这个改装好的车辆 一个成品车辆 成品房车车辆 然后出具一个 房车的合格证 我认为这个合格证呢 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公告 这个东西就是公告 房车的合格证 这个房车公告里面吧 包含那个 可以对这辆房车改装的 所有具体的要求和内容 它每个改装厂的改装内容 也都不一样 公告内容不一样 就像咱们做工程啊 做工程制造 这个工程承包资质 分一二三级 或者是其他行业 有些资质呢 也是分级的 但是这个房车的公告呢 每个厂家不一样 它不分级 它是分内容 有的 有的内容是 比如床了 或者是那个 自行车件了 或者是外观了 或者是内饰了 它要求不一样 然后呢 不管是谁改装吧 咱们就是完全按照这个 公告的内容 来改装 这个车辆应该就是合理合法的 就可以正常上盘上路的 改装完成之后 咱们拿着这个 房车改装的这个合格证 也就是公告 然后咱们去上盘 这回再上完盘之后 我们给我们的行驶证 行驶证上写的就是 小型专用客车 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旅居车 也就是房车 行驶证就跟小型普通客车不一样的 它有专用的字样 希望大昆对房车改装这块 自己的理解和所说的这些内容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 大昆和小庄 自改房车 我俩会全程记录这台大通V80 房车的改装全过程 然后包括后期的上盘和使用 朋友们还有什么其他的 关于房车的问题 如果大昆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感谢关注 拜拜